基督路小教會 就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六 就會在旺角的街頭 做街頭崇拜 如果你平時回過那些 一個月收八十萬奉獻的教會 你聽那些牧師講的話 你覺得是不對聽的 那些牧師經常叫你 聽政府話 政府說什麼都是對的 那些牧師 他最喜歡請哪些人去那些教會講話呢 林瑞麟 林鄭月娥 專請 是啊是啊 你知道那些 九龍城那家 九龍城差館旁邊那家 又是一個月收一百萬奉獻 所有有錢的教會 香港 我告訴你 基本上 都是被人叫爺爛的了 這個是粗口 剔手邊一個自然的言字 爛手小菜的爛 為什麼那些基督教徒 被人叫爺爛呢 現在在香港 因為那些教會 一日到一日 就叫人要聽政府話 對不對 最重要 共產黨對我們很好 我們要為共產黨祈禱 當我們問那些教會的牧師 牧師 共產黨有多好啊 那個劉曉波 還在坐牢 他老婆劉霞 就被人軟禁 那個譚作人 趙連海 那些他要講真的說話 講誠實的說話 中國共產黨就拉他去坐牢了 牧師 共產黨怎麼好啊 我想問問你了 是不是 牧師說 我們要為共產黨祈禱多些土 他現在很好的了 共產黨 所以香港的基督徒都要聽政府話 基督徒要聽要支持政府 那些教會是教我們講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 這裏全部都是不容於 每個月收八十萬一百萬奉獻 那些教會那些人 全部我們要走到街頭那裏 我們不是在這裏搞這搞路 我們要告訴大家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是正義的 如果遇到不公義的事 我們會講真話的 如果見到政府林鄭月娥 現在在這裏騙人 我們要告訴大家 又有騙徒出現了 因為聖經叫我們 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是不是 所以 現在很多人不喜歡回教會 覺得教會是爺爛 這些是爺爛 不要跟我說爺爛那些事 我很討厭教會 很討厭基督徒 所以我們今天基督教 基督路小教會 對不對 就出來講真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 每個人都有良知的 你的心裏面會告訴你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的 你每天 每個禮拜日 就可以回到那些教會 我認識很多人 行屍走肉 就回去聽牧師 說了那些 我們快要有政改了 感謝神 我們要一人一票 最重要就是一人一票 但是 共產黨給個爛橙 爛蘋果和爛蕉 我們一人一票選 都是叫一人一票 感謝主 這樣就講完這些 這些 不講真的話 所以我們基督路小教會 如果你是回到教會 是基督徒的 你回去要勸一下你的牧師 牧師你要講誠實的說話 不要經常講那些保皇黨 支持政府的說話 政府是好的 我們當然是說他好 政府是差的 我們就要講誠實的說話 你知道基督教 那個教主是誰 有沒有人認識 耶穌 耶穌死 在哪裡死 耶穌怎麼死 被人害死 耶穌被人釘你 十字架死 耶穌是反建制 耶穌是反建制 因為那時候 耶穌講真的話 他叫那些以色列人 不要只聽羅馬政府說話 羅馬政府說 那個皇帝就是上帝 其實是假的 我們有一個在天上的父 那個才是上帝 於是那些人就要釘死耶穌 因為耶穌在那裡搞動亂 耶穌在那裡煽動群眾 煽動以色列人 所以他就死了十字架 死了十字架 之後那個教會就變成了 羅馬政府就吸納了那個教會 於是那些人就不再講 耶穌是因為反抗的暴政 所以被人釘在十字架上 那些人就開始講什麼 耶穌是為了世人的罪 釘死十字架在上面 他就沒有了反抗的動力 個個就是一天祈禱 念藍我 求神問福 神啊神啊 求你幫助我 我把一層樓 叫樓價不要跌 神啊神啊 求你祝福我 我買了很多忠信貸庫 求你叫他子公司 吃了補公司 然後那個股價噴噴升起 我賺了很多錢 就會奉獻給你的神啊 他就說完這些東西 所以被人說耶穌 忍中之忍耶穌 就是這些 但是我們基督路小教會 不是說這些 你可以拿獎我們的程序 我們很快就開始 我們今天的街頭崇拜 我們街頭崇拜 我們唱的歌 都是教會那些歌 不過我們填了一些新的歌詞 你自己看一下 一般那些 一個月收一百萬 奉獻的那些教會 是聽不到這些基督教的詩歌的 沒有這些歌詞的 你看一看這些歌詞 我們填最近香港這個情況 香港這麽慘的情況 填了這些歌詞 好 我們現在開始我們的崇拜 好嗎 想參加街頭崇拜 可以拿一張我們的程序表 兩個一張都可以 找這位 VIVO姐妹拿一張 好 基督路小教會 的街頭崇拜 現在開始了 在聖經那裏 是說過一句話的 耶穌話 即是上帝 他就說 因為困苦人的冤屈 和貧窮人的嘆息 我現在要起來 貪安自在他 所切募的 穩妥之地 這個是詩篇十二篇五節 跟著我們唱這首詩歌 《教會唯一的根基》 有人幫我拿著咪咪先 否則我彈不到結他 《教會唯一的根基》 《教會唯一的根基》 這首歌是有二百年的歷史 這首歌是一八六零年時候的歌 今年是多少年 今年是哪一年 2014年 二百年前 有個人寫了這首歌 他寫這首歌 會說給他當時的世界聽 《教會唯一的基礎》 是耶穌基督 不是共產黨政權 不是羅馬政權 教會唯一的根基 是耶穌基督 不是香港的政權 不是請那些高官去教會 講這些講路 所以 我們現在唱一首 這一首 二百年前的歌 如果懂得唱 你可以一起唱 你跟我一起看歌詞 好 《教會唯一的根基》 這首歌是叫做 預備 一起唱 《教會唯一的根基》 教會唯一的根基 是耶穌基督 是耶穌基督 《教基督 Tui the神》 《 Word 》 信周》 《皆庭基督 信 Warner? 第二節,第二節我們是唱管浩明的,第二節 我們針對的是人,針對管浩明這個人,好嗎? 第二節,教會在苦痛香港,由耶倫出賣 投共虛貼近中央,想教會作奴隸 忘掉教會應反抗,基督死與報徵 齊立世勇武抗命,佔領放回目性 教會合日與普世,全球歸一教會 唯獨香港分黨派,比政黨更無謂 同屬自告諸此類,一杯一頂共領 歷夫錯一氣象,前盛香燈到正 大聲嗎?我們可以細聲一點,你放心 可以細聲一點,我們細聲一點 大家為了一點聽,如果聽到 我們就一就,他們細聲一點 不好意思,可以細聲一點 我們試試這樣,對不對?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對不對? 好,已經細了一點 好,我們現在將時間,每個教會都有牧師 我們教會都有一個主教 他就是David,張大衛主教 再細聲一點,再細聲一點 再細聲一點,大家為了一點 如果要聽聽,我們將時間交給David 跟我們講一下道 好,我們首先來看一段經文 今天講的道,跟今天的經文有關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香港政府 總之是很苦的 聖經裡面說的甚麼跟苦有關呢? 耶穆話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實在看見了 他們因受督工的核製所發的哀聲 我也聽見了 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 令他們出了那地 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 就適到加納人,嚇人 阿摩利人,比利洗人,欺美人,耶布斯人之地 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 我一項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 故此,我要打法你去見法老 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 從埃及領出來 這個是出埃及記三章七至十節的 這個是出埃及記裡面的經文 不過大家都聽過少少的聖經 知道了 出埃及記裡面說了 這麼多西日,大力以色列人出埃及 這些好像是很遙遠的事 幾千年前的事 這些是以色列人的事 這些是以色列人的事 和我們什麼關係呢? 哇,好像很歐的 和今天這個時代處境的關係 說一定要不歐這個聖經故事 很多時候和我們今天的生活 給我們很多的啟示,給我們反省 現在都有一套電影上了 說什麼的? 羅亞方舟 是荷里奧大便 好看吧? 好看吧? 好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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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底還有一套 今年年底 就是這裡出埃及的 又是荷里奧大便 誰做摩西知不知道? 摩西 蝙蝠俠 哇,蝙蝠俠做摩西 蝙蝠俠做摩西 蝙蝠俠做摩西 剛才聖經裡面的故事 這個大便我們有很多反省 先說今天是什麼日子 今天是清明 清明 清美愛都是一個思念我們自己的過世的親人 先人的日子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會想回我們的父母啊 爺爺啊 公公婆婆啊 或者是過世的親人 以前跟我們說過什麼話 我們要想回的 思念的時候 找回很多時候 會記得他們說過什麼呢? 很多時候他們曾經經歷過的 一些很辛酸的 很艱難的日子 我們知道我們的上一代 我們的長輩 他們經歷過的生活 都是很艱難的 有沒有聽過? 一定聽過 還有他們會說什麼? 走爛喔 有沒有聽過的長輩說走爛 走爛就好像出埃及一樣 出埃及人就是 以色列出埃及人就是走爛 其實這些走爛 這些很艱辛的日子 我們多多少少 在我們的回憶裡面 都有的 當我們今天想回一下 我們的上一代 跟我們說過一些很艱難 很辛酸的故事 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種悲良的 但是如果想回 如果想回我們今天的生活 艱難不艱難? 不艱難? 我們今天的生活 生活在香港 辛苦不辛苦? 你的梁振英也好 就不辛苦 你的越辛苦 你的越辛苦 我們今天的辛苦 如果對照我們剛才說的 思念我們過去的長輩 他們經歷過的辛酸 有甚麼分別? 我們的麻麻爺爺 跟他們說過 曾幾何時他們走爛 我們的生活 好處很艱難 跟我們今天的生活 有甚麼分別? 有些好些 有些好些 有些人可能說 一樣那麼艱難 物質可能好少少 但是 我們那個 心靈 或者精神壓力 有一樣那麼辛苦 是吧? 但是有一樣東西 我想說 我都說了一樣東西的分別 是有一樣分別的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我們上一代的辛苦的時候 是單打獨特 是很艱難的 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的 你的親朋戚友 左輪友 你大家的生活 都是這麼艱難 走到一齊走 那些人在香港 辛苦了 這個 這位的 叔叔伯伯 他一定是很有經驗的 你是叫天不應 沒有人幫到你的 我們今天就不同了 我們今天可以怎樣 團結在一起 你看看你現在左右隔離 前後左右 我都不認識的 大家都是老人站在這裏 看看怎樣團結 我們可以一起團結 支持公民提名 是吧? 我們可以一起團結 爭取一個真正的普選 這些是團結 以前是沒有的 我們上一代哪有得團結 哪有得爭取 沒有是自己走出來的 自己怎麼走啊 你看出埃及記 他們這幫人 是一起的 離開埃及本地 受埃及的壓制 你知道以色情人 是一個很小的民族 埃及怎樣呢? 埃及是一個很龐大的帝國 不能跟它打的 你只可以走爛 你只可以離開 當你不願意去逆來順受 它受它壓迫的時候 你就要離開就要走 怎麼走? 這雙腳在你身上 是不是自己一個人走? 是一起走 為什麼他們有這麼大的意志呢? 但是我們基督徒 我們相信是有上帝的 上帝給他們一個很大的聲音 給他們很大的啟善 對他們來說 他們對未來是一個希望的 是有盼望的 他們盼望什麼 為什麼要走? 是去建立他們自己的民族的地方 用雙腳去走去一個屬於他們的地方 上帝頒布了一個論例的典章給他們 是他們這個民族的 建立他們自己群體的很重要的基礎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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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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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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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律例典章 說回今天來說呢? 香港來說呢?就是什麼? 基本法 律例是那些 那些這樣的東西 真是 就是核心價值 這東西才見的 那些基本法 那些人 基本法那些是人為的 就是一些國家機器 那些工具 破壞了 對 最重要的 核心價值 民主 自由 人權 這些是最重要的 破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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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爭取 所以我們信的上帝 因為我們信基督徒做什麼 相信呢?是有一位上帝 創造這個宇宙世界的 而我們的生命都是永恆的 所以我們看 即使今天香港很辛苦 一天我可以給大家 有機會 大家輪流 拿麥克風出來說 怎麼辛苦 我們怎麼會面對這些困難 但是我們上帝給我們有盼望 所以無論我們遇到怎樣的困難 我們都是無畏無懼的 好 有沒有其他朋友想出來分享 聽一下 有些類性聲音 看 看 有沒有那些街坊想說什麼 有沒有那些 講一下香港 我們教會 基督路小教會 講一下香港現在的情況 是多麼好呢? 好 一句吧 我想剛才大衛提到一個就是 那個例典章 我想其實我們人生裏面 都有一份一個尺度的 一個標準 什麼是公平 什麼是正義 這個不是動一點就可以推翻的東西 我們怎麼可以說 一個代表是幾十人選出來的 同一個幾萬人選出來的 是一個等值的票值 這個不可能的 六十五等於二萬 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一個公平的制度 絕對不是 所以當有人告訴我 現在這個補選的 所謂補選的制度 其實是…好像在砌一個 多麼假的補選制度給我們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幫他 來粉飾太平呢? 是不是? 這個只是不公平的 是大石澤死蟹 他告訴你這個小圈子的選舉 現在告訴他這個是普選 在說什麼呢? 這個不是普選 夫子劉睿紹也跟我們說 因為香港在大陸裡的選擇 那些政協人體都是這樣選的 都是選了幾個橙、幾個蘋果、幾個爛 爛招給你 一樣的 那是不是大陸已經有補選呢? 是不是很大的笑話呢? 我覺得我們要清醒一點 不要被人說兩講 就以為有商有糧 就是一個真正的補選 不,這個是假的選舉 我們不可以證明它是一個補選 唯有我們爭取到一個 真是合乎土生的原則 一個公平公義的原則 起碼是一個票席均等的 一個提名權利 這個是人民應該有的權利 在聯合國那裡已經說了 中學政府大大聲聲跟世界說 說十年之後 即九七之後的十年 就被香港有普選 是香港人的事 現在這麼大聲說 是機棚飛港的 仍然有根、有歷史的 為什麼我們可以當作沒有發生過呢? 我們不可以指鹿為馬 不可以別人這樣說 我們就說他這麼多 就是了就是了 不可以的 其實我們自己都裡面有個赤道 我覺得上帝給我們 無論你是否信徒也好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甚麼是公平 甚麼是正義的 我們不應該去助就為虐 也不應該 因為有些人大聲一點 他有權勢一點 我們就說他說的話 必然是正確 No No 即使他在權勢上可以壓到我們 因為我們劉三邦不可以 他所謂一起 我覺得我們有責任 我們不可以說 好,普選當然好 公平選當然好 你們就去爭取 我覺得如果我們每個人 都是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前途了 香港沒有前途 我們也沒有前途 但是我們這個責任在哪裏 不是別人幫我們背負這個責任 是我們自己為自己走一條路出來 是我們自己為自己的將來做一個決定 即今這一兩年 我覺得有幸有不幸 我們生在這個年代 我們有機會去見證到這個 這麼虛偽的一些政府的做法 但是不是我們 等於我們就是不出聲的 我們有責任 有權利 有責任 有義務去走出來 起碼站得直直的話 不過我們告訴大家 這個No 這個不是一個普選 這個是假的選舉 這個是假的普選 沒有提名權的選舉 是假的普選 我們不可以去認同這件事情 還有最後就是很久以前 方麗芝已經跟我們說了 民主不是次語的 民主不是次語的 我們羨慕很多民主的債國 他們今天有這麼好的民主制度 其實是很多百年來 很多人用他們的性命 用他們的犧牲 用他們失去的自由來換取的 遠的不說了 只是在台灣 什麼施明德 狠狠地都坐二十年牢 或者很多什麼光州事件 在韓國 人家都是他們的上輩 或者他們現在 仍然生存在這裡的 一些民權的領袖 他們都是用汗和血去付出的 為什麼我們今天香港要這麼 這麼沒有尊嚴去 去要求人家 去黑求人家給我們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是有責任去為自己 為自己的下一代來站直的 是不應該去說謊 應該去是其是非其非 今天是時候我們需要團結 去告訴大家 唯有公民 暫時來說 唯有公民的職業提名 才是相對一個正義公平的制度 我們必須棄硬的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我們是基督路小教會 有些剛剛走過的 我先介紹一下 這間教會叫基督路小教會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 就會在這裡做一個街頭的崇拜 所有教會裡面會做的 我們都會在這裡做的 除了收奉獻 我們不會收奉獻的 暫時 吃風的 我們是 那就 一會兒會有聖餐 那些事情 Karen剛才說了一些政制的事情 你可能未必 就是掌握得好 我說三件事 香港是很苦的 先說三件事 第一 沒有電視看 黃慧基 大家都想看黃慧基 是不是 看電視而已 大哥 都沒有 黃慧基又根據程序 又什麼什麼 按了規矩 又和平理性 非暴力 這樣就申請他 要辦電視台 對嗎 不能讓他做 是嗎 符合所有條件 黃慧基 是嗎 電視也不能看 否則慘不慘 當然慘 不慘 你看看阿士 我和姜師有約會 看阿士 那兩個還未開 還沒開 現在你黃慧基先搞了 都不讓他搞 又是不讓你搞 因為他先跑 因為他聰明 所以不讓他搞 就是了 因為他搞 所以就不讓他搞 這個是黃慧基 好電視台看 慘了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慘 地鐵就快要加價 對 地鐵就快要加價 你知道了 是不是 地鐵每年賺多少錢 有沒有人知道 幾塊億 幾塊億 幾十億 地鐵 是不是 百多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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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鐵每年賺百多億 還要加價 都不要緊 如果你提升你的服務 開快一點的車 曉飛那些車 對 做多幾個座椅 坐多一點 老人家可以坐的 做兩卡 專門為女性而坐的 車卡 就不用那些女性 下班的時候 被人非禮 推到胸 開到屯部 那些 你改善你的服務 不要緊 你就加價 百多億賺 還要加價 九龍塘地鐵站 下雨的時候 吹吹聲的那些瀑布 香港人慘不慘 你要硬吃這些東西 香港人 你說不要緊 加一點 就給他 一個幾毫 那就做奴隸 剛才David說的 就是以色列人 當年在埃及做的事情 就是奴隸 埃及那個法老王說 地鐵沒有提升服務 不斷加價 那些以色列人 就繼續坐地鐵 埃及那些以色列人 想搞王維基電視台 不能給你看 法老王說 看什麼看 無論事看 就做奴隸 你那些以色列人 香港人就做奴隸 這個第二個慘 還有什麼慘 港人港地 現在沒有了 梁正英說 因為樓價 不會再升溫了 樓價很好 現在樓價 你知不知現在賣多少錢赤 居屋附近的富榮花園 一萬元赤 居屋現在富榮花園 買到一萬元赤 居居居居 居居有其居 買到一萬元赤 居居有其居 買到一萬元赤 這些年輕人 將來大學畢業 或者什麼 我都不知道怎麼生活 慘不慘 還說香港不慘 剛剛 出世詞 他說 他遠去自己出世詞 我們上一代七字頭 那些就很幸運 是不是 都很慘 很多人 所以香港很多這些苦房 我們一定要 剛才阿迪玉所說 以前以色列人 受到上帝的呼召 他要離開奴役之境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 今天香港就沒有摩西了 黃之鋒不是摩西 戴耀廷不是摩西 李柱銘不是摩西 李柱銘和誰 陳方安生 去了找美國 他以為美國那個人是摩西 大哥 李柱銘也不是摩西 沒有摩西 現在香港告訴你 所有香港人 都要起來 自己做那個摩西 當日上帝怎樣在 那個曠野那裏燒著驚擊 然後呼召那個摩西 你要帶領我的子民 離開奴役之地 不要再做奴隸 今天上帝的呼召就是 對每一個香港人 你也是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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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個都是摩西 個個個都是摩西 個個個都有責任 拜領奴隸 離開香港奴役之境 給誰奴役 給中國共產黨奴役 第一 政府不是向我們服務的 政府向共產黨服務的 現在 第二 要離開中國共產黨奴役 我們香港殖民 我們香港之境 香港人要 屬於我們自己香港的地方 又是說 剛才我唱的那首歌 是二百年前的 百幾二百年前的香港 那些人 比我們更勇武 那些人都以香港為我們的家 那時候那些人沒有想過 他們想著的中國大陸是什麼呢 中國大陸他要變革 他要學西方 他要學普世價值 香港就是一個給中國大陸學 很小的價值的地方 請你大陸共產黨 學我們香港人 文明 民主自由自排隊 不會到處 阿士阿尿 什麼什麼 不要貪 九七回歸之後 湯顯明自己是ICAC的專員 自己都要 你貪點貪路 不用我講 曾蔭權 越大那個就越貪那個 是不是 什麼核心價值都沒有 百幾二百年前的香港人 我們那些先輩 今天就如說的 清明節想一下先輩 我們的先輩 不用說誰 屯門何福堂 有沒有人認識 屯門何福堂 誰都認識 很出名 何福堂是一個人 不是那個堂 叫何福堂 什麼平安堂 什麼友愛堂 什麼什麼堂 什麼九龍堂 不是那個地方 何福堂是一個人 何福堂的兒子 是早期第一批立法會議員 當然不是民主選出來 是英國佬委任他 但是他都以香港為家 何福堂的兒子叫何啟 香港是我的家 他說 我要貢獻香港 大陸我想都不想 大陸如果想變好 麻煩大陸學回香港的法治 英國佬管治的法治文明 我不管 都是殖民 雖然當時 但是英國佬殖民 都比大陸殖民我們 大陸起碼他有基本的核心價值 規規矩矩 但是百幾二百年之後的今日 今時今日我們的香港人 都沒有我們百幾二百年前的前輩 那些都是香港人 以香港為我們的家 獅子山下精神就是香港為我們的家 我們要守護我們這個家 對不對 守護我們這個家的基本核心價值 剛才David說了 那些什麼 法治啊 規規矩矩 都不是很有民主的了 但是也有規矩 這些就是我們要去反省的 現在香港的苦況 就是每放愈下的苦況 如果你覺得香港現在都不是很慘 很好啊 最壞的是我們這些人 這些教會 拿著麥克風來搞老 搞生小 如果香港人都聽話 不會那麼多麻煩的事情 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蔣麗雲今天就是這樣想 蔣麗雲 知不知道蔣麗雲 九龍西的立法會議員 香港人 有得你吃 有得你住 有得你穿 好心你就不要那麼多聲出 對不對 這些就是奴隸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候 做奴隸的時候 有得吃 有得穿 有得睡 有得睡 有的嘛 吃得好的 住得好的 有肉吃的 所以摩西帶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那些人就埋怨摩西 我頂你的肺 摩西 我當時做奴隸 好過我現在 我做奴隸 有得打火鍋 有肉吃 我現在跟了你出來 我們不用做奴隸 是啊 但我們沒有得打火鍋 我們要吃齋 沒有肉吃 我們要吃風 這樣 但是摩西說 喂 精神自由 人的自尊 頂天立地 對不對 中國人最厲害這些 天行見 君子 以智強不適 要做一個頂天立地 有腰骨的人 對不對 那條腰骨彎了 就看隻衣 麻煩對不對 那些立法會議員 有沒有人投票 投給蔣麗雲 那些建制派 民建聯那些 最喜歡就是叫人來聽 大陸話 做奴隸 現在有得你吃 有得你穿 現在不自由嗎 大紀元 法輪功都可以出報紙 多言論自由 香港 是不是 多好啊香港 這些就是在奴役我們了 所以香港市民要聖閣 剛才Cara說的 香港 現在我們為什麼要說 香港很苦 因為香港真的很苦 我們要講個真實的實況給你聽 剛才我們說了 居屋一萬元呎 地鐵服務差 每年賺百多億 繼續加價 採你這幫人都傻的 沒有講人講地了 梁振英說想看電視 就看不到 什麼東西都是她說的 她說什麼什麼 共產黨跟你講法例 共產黨自己就是法律 對不對 你要遵守基本法 你要遵守基本法 共產黨要講法例 共產黨跟你講法律 共產黨就是法律 剛才David說的 清明節我們上一輩 就是走爛下來香港的 你們知道吧 你們爺爺是不是走爛下來的 游水下來的 你們爺爺走爛游水下來 就是知道大陸不好 不行 所以要來香港 如果將香港變成好像大陸那樣 要怎麼走爛下來香港呢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這個就是苦了 但是如果你分分鐘 如果你覺得香港不是很差 都好啊 如果香港這樣 你就開始被麻醉了 溫水煮啊 一煲一煲水 熱辣辣 熱辣掉 那隻青蛙下去 那隻青蛙當然是跳走 一煲冷水 扔那隻青蛙下去 油水慢慢加熱 溫水煮煮煮煮煮煮煮 那隻青蛙就死了 是不是 是人都知道 小孩子都懂得說 這些故事 但是我們的大人就不信 不是不信 不想聽這些東西 我們不想醒啊 醒了很慘的 最好我們繼續沉睡 繼續做奴隸 那就最舒服了 做奴隸就好了 我都快死了 不如我做奴隸算吧 但是我們要對下一代交代 有些小朋友 有些內地來的人 有些大陸來的人 自由行 他們都知道香港的可貴之處 我跟那些大陸人的自由行說 如果香港變成大陸 你都不會下來香港買東西 對不對 你都不會去萬寧買東西 萬寧買那些奶粉 如果香港變成大陸 就是假奶粉 如果香港變成大陸 你都不會去磅東買LV 就等於羅湖商業成 A貨 一定要有不同 我們保護著自己的香港 我們才有我們嬌人之處 東方之珠 現在沒有人講這些話了 所以我小時候就在這裡 我是香港大的 我不是在大陸來的 我土生土長的 我是香港仔 我是香港仔 所以大家要醒覺 50年不變 近一點 1997年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仔 我不是中國人 因為現在中國已經淪陷在 共產黨的手下 你給我更加清楚 什麼叫愛國 那些民建聯 那些建制派 說愛國就是 大陸說什麼 共產黨說什麼 你就說什麼 你不要說 不要say no 那就是愛國 那當然不是愛國 愛一個地方就是想那個地方好 愛那個地方 看到那個地方又不公義 當然想改善它 愛那個地方 如果看到那個地方 胡亂抓人去坐牢 講一句真實話 講誠實話 又抓去坐牢 那些 我們當然想去改善 這些叫做愛國家 百幾二百年前的香港人 就懂得這樣想 剛才我講何福堂的兒子 屯門何福堂的兒子 何啟 他就懂得這樣 他就懂得想 香港要保持 香港國際都市普世價值的形象 和核心價值 將這種好的東西 反教育大陸人 反教育中國共產黨 但是很不幸 我們香港 我但愿知道你怎麼教好 一個這麼大的 這麼極權的一個地方 以色列人就教不了埃及人 就要閃 對不對 以色列人都可以說 我們埃及 但是現在很多教會 就不是這樣想 急回到教會 我們今天的教會 那些教會大把路數 你知不知很多教會 回大陸開很多教堂 你知不知 知 為何聖公會 抗保羅 管浩明講這麼多 這些大陸合聽的東西 因為抗保羅自己 是人大政協 你知不知 知不知抗保羅 政公會大主教 是人大政協 很多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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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不知 有些人不知 所以一個人大的政協 抗保羅 聖公會的大佬 就講些共產黨 剛剛聽的東西 不要緊 你可以說 我是喜歡共產黨 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用宗教去包裝 你那件事 你明白嗎 就算你用宗教包裝 你這樣講得誠實一點 不行 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我抗保羅 是聖公會的大佬 但是我同時間是人大政協 所以我以下講這些道 這些東西 大家是要隔一隔才好聽 可不可以做到這些聲明 是不是很難 做這些聲明 不是很難 是不是 很多這些事 那些教徒不愚蠢蠢 那些教徒就聽了牧師講 很多人回教會 牧師說要聽政權話 聽香港政府話 那些教徒說 是呀是呀 牧師講的東西一定是對的 你要為政府祈禱 現在就來 政府其實都很好的 其實共產黨都改善了很多 你要為國家祈禱才行 然後那些教徒說 是呀是呀 我要為國家祈禱 好呀好呀 這樣 好了 那些教徒說 我們出來七一遊行 我們要去佔領中環 好嗎 牧師 不好呀 為什麼 因為我們教會是不講政治的 我們教會不講 然後那個教徒就問牧師 你剛才說 叫我幫共產黨祈禱 那這些不是政治 牧師說 這些不是政治 你那些佔領中環 那些是政治 我叫你聽政府說那些就不是政治 這樣 我現在回那些教會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基督路小教會 就由那些教會走出來 每逢 每個禮拜 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六 就在這裏 有個街頭崇拜 所有教會裏面做的事 我們都在這裏做 我們希望講真實的說話 講誠實的說話 面對我們自己的良知 我們希望做一個有良知的人 不需要 你未必是信教的人 我們的對象也不是那些信了 或是未信 總之是人 我們就會跟他講這些 做一個誠實的人 在香港這個地方 不要做奴隸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我們都會在網上公開 都有些片 那些是網上公開的 你看我們的單張 我就知道了 好 我們這個時間是有一個聖餐的時間 聖餐的時間 如果有些人還未… 什麼 你可以參與的 好 現在我們是聖餐的時間 聖餐是什麼 是耶穌基督在二千年前 他設立的 那麼他還不記得 吩咐一些門徒說 要設立這個聖餐 聖餐呢 有兩樣東西 你看到呢 有餅和杯 而我們看到 我們今天用的餅呢 是麵包 杯呢 就問一下 蠔汁 蠔汁 對了 那這個聖餐呢 是代表著耶穌基督的降生 受死 復活 直等到主在來的 聖餐 聖餐之後 我們唱一首歌 我們都是唱了 剛才那一首 《教會獨一的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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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攀幕 教會早已獲勝 鬧會在古統香港 由耶倫出外 謀功虛貼筋中約 想教會作無敵 旺調教會應反抗 基督死於暴政 齊立世勇武抗力 佔領方回獲勝 鬧會合一與普世 全球歸一又換 唯獨香港分黨是 比政黨更武衛 同熟自告主之旅 一杯一頂共領 力夫錯 一起爭 戰勝黑暗暴政 我們是同心的提告 全能的尚主求您切切聽我們的哀求 香港在吉蘭裏面 在黑暗的勢力的魔爪裏面 求主真是為貧窮人類的辛冤 求主的大能 求主彰顯你的公理和慈愛在地上 援責務少 求主呼召更多人願意為你背起十架 將顯你的慈愛 我們討告是奉主名求 阿妹